为了防堵中国制口罩混冲台制 华南县卫生局11号上午特别前往各大药局进行稽查 来确保贩售的口罩是台湾制造的 消费者如果有买到录制的口罩 也可以前往指定的药局来更换 确保民众的健康 严查中国制口罩混冲台制 华南县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陈耀阳 带领承办人员来了解口罩是否为国家队 11号上午并且前往去保质配合药局进行稽查 如果有换到录制的口罩 依规定是要回收的 假如是像目前规定的 迪导要回收的像加利 这部分药局都会这样回收 会更换 那其他的 比如买到其他可能涉嫌违规的产品 那他要回到原来购买的地方 那我们相信这个购买场所和流通场所 不管是那个权点 这超商或者是这个购买 他们也会给他更换的 你们这种不用担心 医者陈琳表示 有些口罩是从网络或是其他地方购买 回收上会造成一些困扰 不过他还是配合政府的政策 如果说没有盖钢硬的都要全部回收的话 我们真的药局的这个业务能力没有办法去担任 因为真的太多了 因为之前从2月6号开始 我们贩售戴失明制的这些口罩 已经那么多的量 那民众家里是不是有留存 那我们也不知道 那他们拿到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是从我们药局里面 用失明制采购回去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认 那如果他们是 只有这个网络上面去购买 然后再拿来给我们换的话 这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而且那些东西的回收之后 等于是一种浪费 因为那些东西回收之后 谁敢再拿出来用 这个机会就变成是我们的一个损失 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那对于过去已经拿出发售出去的 我觉得我们药局真的没有那个难耐 可以去协助政府在做这个事情 前来购买口罩的民众表示 不必担心买到入住的口罩 因为找到新的药局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就指定这边药 比较稳 那你就外面的就不要乱买 那针对国家对口罩 有陆陆续续有几个都是买大陆的来冲货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你觉得这个国家就要替我们 替我们把关 这个是要把关是没错 这样我们使用才会安心 关系卫生局表示 防土中国制口罩昏冲台制 卫生局人员已经到花龄市99%的药局现场 稀查是否有加利科技口罩 现在重点在于贩售医用口罩要有药商执照 不可以在夜市五金行电商等通路贩卖 而在9月17号开始 国产医用药口罩 竹片标示美丽台湾 加上会收出的产品 必须在12月17号前回收 经过卫生机关验章 才可以继续贩售 记得转眼花车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